大看之下,其實真的沒有什麼 就是只是一行 那其實是做什麼,道理很簡單嘛 就是一個SAP裡面一行程式 這個是儲存格嘛,把後面的公式 其實就是一個字串 所謂的字串就是雙以後開頭,雙以後結束,裡面的這個字 裡面的東西就叫字串 把它丟到哪裡呢?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去 所以你們特別注意 在這邊千萬不要把這個等於 跟你以前學習數學的等於混在一起 以前1加1等於2,那個等於是把計算結果 什麼 放到後面去嘛 那這個等於其實跟你以前那個等於是雖然也叫等於,不過應該解釋是怎麼樣 實際上是把後面的東西 賦予到前面的意思 所以這個等於 跟以前的認知是完完全全不一樣 所以這個比很多同學會容易 這個 confuse 常問說 這個為什麼是這樣 沒有這個規則 不一樣喔 所以你不要把兩個混 混淆在一起喔 雖然是等於喔 但是用法用途是不同的喔 OK 所以基本上應該講說這個等於是把 後面的資料 把它怎麼樣 賦予 到前面去的意思 那前面剛好就是哪個儲存格 所以剛好看到結果就是我們要 所以他等於什麼 把這一串丟到那個儲存格裡面 並且有點像打勾執行一下 那就看到結果了 OK 所以第1步喔 那第2步的話 處理重複的 重複性的 這個事情的話 那當然就要回圈 那回圈怎麼做 撰寫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喔 像剛剛講嘛 你貼過來 然後4改成5 5改成6 改成7 改到103 那當然呢 如果說程式要這樣寫 那你就不用學了 OK 所以呢基本上喔 程式 最厲害的地方 其實就是怎麼樣 裡面有個回圈 那這個回圈就是幫你重複做 你要把它重複做1000萬次 它也可以瞬間幫你 馬上全部完成 所以我覺得回圈這個東西喔 就是解決 人最討厭的事情 就是重複做 OK 電腦是 最擅長的 你要叫它跑 再多次數啦 幾億次 它也在瞬間 而且 坑一聲都不會坑一聲 另外的話喔 他也基本上不會做錯 會做錯都是人做錯 所以我有時候反而 比較相信那個 就是電腦幫我處理完的結果 反而如果說 人做出來結果還要再check一下 Double check 因為人會 有犯錯 會累 電腦的話 他要不說做不出結果 要不就是 這個結果一定是正確的 OK 所以這個大概知道一下 接下來呢 就是說 那我要怎麼樣在這邊呢 產生一個回圈 其實道理很簡單 你看喔 它變化的地方都在 這些地方上面 有沒有 有沒有所以總共會有四個地方 那基本上我需要一個變數 就改變這四個地方 其實結果就OK 怎麼寫 Step1 這個底下這一行就可以刪掉了 那如何 增加一個回圈喔 我們 按部就幫來看 第一個請你在Sub 這個底下按一個Enter 然後按一個 Tab鍵 習慣上會縮排 盡量不要放一起 放一起這樣看得很辛苦 那 回圈的話 他基本上一般 我們最簡單的回圈 就for回圈 那我for回圈的寫法 1打一個for 後面呢 跟他講說for i i的話就是一個變數 這個是自己取的名稱 一般叫i 就列 等於第幾列 第四列 空一格 到 103 Enter兩下 再打一個NAS NAS 使的是NAS i 所以你一般其實你也可以看到有人打NAS i 這樣OK 可是我覺得打一個NAS i不打沒關係 意思說 第一個他會先幫你產生4 跳下一個NAS就5 下一個一直跳 6到103維持就對了 他這個 縫回圈基本上就是幫你產生這個range 所以Python 以前這首同學學pyn 其實就range 其實到底是一樣的 只是說他 敘述的方法不同而已 OK然後再來的話把這個 這一行 一般選取的時候 拖拉 或者你剪下貼上也可以 放到這裡來 然後一般習慣就是在4NAS的裡面 然後 會多做一件事情 這一行 會多按一個Tab 也就是下一階的意思 特別重要程式裡面 要注意一下階層 為什麼要階層 因為 這樣看程式會比較一目了然 在這個4回圈裡面 我會有個i的變數 那將來的話呢 我用這個i去變什麼 變這個 把這個i放進來 那意思就是說 他第一次是 輸出什麼 輸出到 所以我把它搬到前面 其實這樣看比較清楚 把它搬過來 然後這樣的話呢你會發現 我讓它執行 全部執行 有沒有執行 而且它自動幫我從第4列到103 但是 因為全部 都丟一樣的東西 所以你會發現 底下一直到103 Ctrl向下 都一樣 所以呢如果你要讓它不一樣的話 需要做什麼呢 再把這個i怎麼樣 放到 這4個 裡面就可以了 但是請特別注意 因為i 它是一個變數 你不能直接說直接把i放到這裡面 因為如果你直接放 它這個i就是一個文字 它就不會是一個變數 可能 不過我發現這個地方同學最不容易理解 反正你現在放這個它就是在裡面的字串的一個字就對了 它就不是一個變數 所以如果你要是一個變數能夠work的話 它的概念其實跟那個 Excel的公式一樣 你要用串接的 把它怎麼樣 串在中間 那要怎麼串 因為它目前是一個連續的一個字串 那首先你需要把它切開 切開之後再用那個 這個and的符號做串接 然後把i放進來 所以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基本上 1 找到這個我要把它變i 選取它 2的話呢 雙銀號兩個 移到中間 那雙銀號兩個就是把它切成兩個 兩個分開來的字串 然後在and的兩個 兩個 連接符號 再把i移到中間 再放一個i 這個寫法跟那個在Excel裡面公式蠻像的 不過呢 VBA不太一樣 這樣就是and前後一定要空白 這樣就OK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把4 改成這樣就可以了 有沒有 切開來 然後連接符號 把i放在中間 就OK了 不過我通常講完之後 大部分同學還是 一頭霧水 為什麼 OK 不過我覺得你暫時先 不用一直鑽入腦間 我教各位一個 如果你以後遇到這種問題 你應該先背口訣算了 因為這都固定的 也就是如果你要改 你乾脆就是 把這個 選起來 雙銀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再加個i and前後空白 這樣就可以了 我看你們先把口訣先背起來 然後之後慢慢的 過一段時間你就會比較知道為什麼 因為之後蠻多地方其實都會這樣做 記得喔 雙銀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個i就可以 也就是把這個變數放在 這個字串的中間 它才會work OK and前後 然後加空白 這樣就大功告成 OK 所以喔 如果你暫時還沒有辦法一下子能夠體會 為什麼 要在字串當中 是要切割的話 你先把口訣先背起來 因為我發現喔 以前我講很多次 最好同學還是 不能理解 然後 後來發現喔 過一段時間之後 大家都沒有在問這個問題了 因為 慢慢就知道了 多做 我覺得有些 有些東西真的是 10做之後 久了你就知道為什麼 但是有時候 跟你講再多 導播你做了解 原來這麼一回事 OK 所以 也許啦 你們先把那個 口訣先背起來算了 然後呢 再來我們OK了 OK之後的話 run一下 看到不OK 所以 104 4到103 然後執行他 看一下 Ctrl向下 OK了 103 全部都改了 有沒有 然後呢 後面其實你還可以再多增加一個 剛剛我們有個清除對不對 如果你要寫清除 其實很簡單 直接把這個公式 複製貼上 那我的習慣是拖拉加Ctrl鍵 把Sup後面這個改成清除兩個字 那清除的話差別在哪 其實喔 就是把等號裡面放什麼 放沒有東西 所以把等號後面怎麼樣 就是 這些公式 你把它清除掉 但請特別注意喔 不是就比如這樣喔 如果你要把裡面清除的話 記得給 空置串 就是什麼 兩個 雙引號 這個就是 丟沒有東西 沒有字串 其實就是清除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看一下 清除 執行他一下 有沒有就清掉 執行 清除 那這個地方是自己寫的 所以最後這兩個 也可以在旁邊 怎麼樣 變出兩個按鈕 所以我剛剛有再把這個複製過來 名稱叫VBA 那把剛剛的這個按右鍵 重新指定一下 這個叫做門號公式好了 所以我把這個 剛剛那個兩按鈕就不要刪掉了 我直接拿來改算 直接就把它改 改的方法就是 直接按右鍵 重新指定聚集 重新 把名稱複製起來 貼上去 這樣就OK了 所以如果現在我run OK了 清楚 這樣也OK了 結果一不一樣 結果其實理論上會跟剛剛錄製劇齊 蠻像的 但是問題是 最大的差別是 這個是自己寫的 完完全全可以量身定做 OK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地方最容易出錯就在這裡 那至於如果 你實在寫有問題的話 雲端上也有 所以剛剛我特別把他用顏色標注起來 所以你實在不OK 沒關係你把 對的貼到你錯的下方 兩邊比對 你就知道為什麼錯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好 OK 那 也一樣在雲端白板裡面的第幾頁 第14頁 所以剛剛那個 如果你實在是一下子 有些地方漏掉了 你可以參考一下 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第 14頁 那我要把 加上for回圈的 也貼在上方 其實主要是for I 等於4到103 那記得啦 養成好習慣一定要縮排 縮排是按TAB鍵 OK 當然你程式不縮排他一樣會跑 可是 其實 整個結構看起來就是不舒服 OK 來試一下 OK